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打雜F 上次跟大家介紹完Crop Jacket之後 大家喜不喜歡那條影片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下 今季最流行的Chunky Chelsea Boots 我上星期去Harvard City 在那條名店走廊 那裏有Balenciaga Toe Cucci Prada 全部都放了Chunky Boots 在Shot Window Chunky Chelsea Boots 就適合我們女生可以增高得來 而且因為它的厚底 它不是那些高跟斗領跟那些 就走得很辛苦 這對是超舒服的 在大牌子上行走 都8000元一對 那我就在ASOS買 這對才是300多元的 那原來Chelsea Boots 一開始不是那麼遠 真正的Chelsea Boots是這樣的 即是旁邊這裏有個橡筋帶 就沒有鞋帶 有少少尖和尖頭 為什麼叫Chelsea Boots 因為這雙鞋 是在英國的Chelsea 興起的1950多年的時候 其實都是適合男人上班 因為它在Boots 保護鞋頭 但你說Chunky Boots 當然要提一下這個Dr.Martin 做Dr.Martin 原來真的叫Martin 他叫Claus Martin 還有他真的是一個醫生 他當時是納粹軍人的醫生 他的腳受傷之後 研發了用車輪的物料 走去做一雙很舒服的鞋子 給一些軍人穿的 當時這些鞋子 只是給工人穿 保護雙腳 而且很舒服 Dr.Martin 也是一個很鳳梨的齒組 他最色號的也是 在鞋頭上是黃色車線 今季都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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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e 可以經過長裙 都可以令到衣服很好看 我今天就想試試不同的衣服 去搭這個Chunky Boots 給大家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Chunky Boots除了給人的感覺 是比較Punk Rock型 比較Man的感覺 其實你搭配一些Puffy的裙子 也可以做出一個很優雅 很女生的感覺 絲絲紋紋的裙子 我選擇一條八折裙子 過膝頭 也會拉長鼻勵 看起來人也會長一點 再搭配一件牛仔 認了 對Boot 搭配一對有色的長襪 剛剛對Boot 上面露出少少對襪 也會增加層次 看起來雙腳也會再長一點 對Boot 搭配一些黑色 吊帶裙子 加一件泳衣 其實都適合聖誕節出去吃飯 如果穿長裙 高跟鞋 感覺就會比較女人 如果搭配一對Boot 搭配一件事 也會感覺更時尚 不只是很女人 對Boot 也超舒服 上山下山都可以 Chelsea Boots 其實都可以搭配一些 Flair的牛仔褲 腳小喇叭剛剛遮住鞋身 就只把鞋頭露出來都很好看 如果想方式一點 也可以搭配一些Burr的外套 這些都是很適合聖誕打扮的 我覺得 穿高腰喇叭牛仔褲 加Boot 也會看到雙腳 是收長很多的 搭配一件Oversize牛仔褲 加短裙 也會感覺更緊 再戴上CAP帽 整件事是Casual感 就比較重 其實Casual look 都不一定要搭配波鞋 搭配Boot 整件事就帥很多了 我亦都很喜歡多層次的配搭 有件Oversize衣 加件襲衣 配牛仔褲 這個連起來 看起來就很多層次 這個配搭 衣著配搭也會有趣一點 這個look 搭配冬天Casual出街都不錯 因為是湧褲暖粒粒 也有一點西裝服 配襯襯衣服 而且上年開始都流行到膝蓋的短褲 配襯這個look 就比較寒風一點 而且也是Casual的 又有些孝遠風 我覺得短褲配襯Boot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整個人都會拉長一點 這些Chunky Boots 其實看起來對腳都會瘦很多 配襯短褲就完美了 湧褲襯襯襲一條 這些孝遠風頸巾 再裡面是襯衣 聽起來好像很荒褲 但如果我再襯一條半腰牛仔短褲 Smart得來的Casual 也是挺好看的 這個韓風look 我都挺喜歡的 因為這個look也比較英倫風 今天這個英倫Boot 配襯英倫風的墨綠色皮褲 然後有格仔的Tody嶺的皮褲 然後配襯英倫軍人的短褲 所以都很特別 很喜歡這條褲 而且是蓉面 都很舒服 這個look就剛剛配襯了 配襯了Ruffle的襯衣 這件事都很英倫 好像挺Smart 那條褲也會挺身一點 皮褲挺身一點 穿上去都會瘦一點 和Smart一點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六種配搭 配襯這個Chunky Chelsea Boots 不知道大家有喜歡哪個look多一點呢 那記得在下面留言 看看你最喜歡哪個look 那又差不多是時候下班了 無驚無險 又到7點 我是打雜F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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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